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55年 也就是在大法官 学校种族隔离政策 违宪判决的隔一年 1955年 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 一位42岁的纺织厂旅工 Rosa Parks 因为在公车上 拒绝让座给白人 被警察逮捕 事实上类似这样子的逮捕 在当时的美国南方州 时空见惯 但是当时有一位年轻的牧师 正好在蒙哥马利市宣教 他站了出来 领导蒙哥马利市的市民 发动了一场长达三百八十多天的公车霸城运动 这一位年轻的牧师就是马丁路德金 当时他才26岁 蒙哥马利的公车霸城运动获得了胜利之后 从此以后 美国的民权运动就像堂堂西水出前村 南方各州各地都相继发起了公车霸城运动 发起了餐厅入座运动 这些参与霸城以及入座运动的人 经常会被警察逮捕 被送进监牢里面去 但是他们无为无惧 许多人说就让我们把监狱填满吧 1963年民权运动这一股洪流 又冲向了美国的首都 25万人进军华府 这一些人呼喊禁止种族隔离的声音 响测了整个华府地区 金恩的那一篇 《我有一个梦》 《 I have a dream》 的那一场历史性的演说 最后不但占领了运动的道德高地 也取得了民意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 他冲垮了白宫以及国会山庄 逐起的那两道高墙 总统跟国会议员都强烈地感受到 民权运动那一股 特尔沛然莫子冷遇的力量 于是紧接着 在进军华府运动的隔一年 1964年 民权法案在国会通过 1965年 投票权法案接着又在国会通过 这两部法律都赋予了黑人的 政治性的权利 但是黑人有了政治性的权利 并不代表黑人也有了经济上的权利 金恩的梦事实上还没有结束 1968年 他又发动了一场穷人运动 Pool People's Campaign 穷人运动 他希望能够替他的黑人同胞 争取到就业 争取到就业居住 等等有关于生活 以及经济上的基本权利 但是4月4号在孟非斯的那一声枪响 却让金恩的最后一场梦 嘎然而止 金恩从事民权运动 他一向奉行非暴力和平抗争的策略 但是4月4号 他被枪杀了之后 全美有一两百个城市都发生了暴暴 而且是非常激烈的暴动 房屋被烧 警民严重冲突 成千上万的人被逮捕 许多城市被人形容像是战区 许多城市最后也变成了废墟 当然这个都不是金恩 生前所能够或者所想遇见的事情 但是也就在暴动发生的那几天 金恩过世的一个礼拜之后 詹森总统把另外一部民权法案 叫做公平居住法案 又送进了国会 国会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火速完成了立法 这一部法律加上六四年的民权法案 六五年的投票决法案 构成了六零年代最重要的三部 Sivil Rights Act 这一部法律的通过 我们可以说是六零年代 或者说1968年 民权运动最后的一场胜利 也是金恩一生 从事民权运动获得的最后一枚寻掌 欧巴马当了总统之后 很喜欢引用金恩曾经讲过的一句话 金恩说 道德苍穹的弧线尽管很长 但是他最终弯向正义的一方 在民权运动发展的历史当中 金恩是摩西时代 欧巴马是约苏亚时代 在金恩被赤身亡的41年之后 2009年约苏亚终于接棒 完成了摩西所没有走完的那一段历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